早讀 美食记忆 可起传承 中山优质热灵学习中心 播映掌幼共学的活动历程与动画影片 让大家看见共创祖孙掌幼历程的记录 这次我们的课程 以在地美食 赞头咖喱 石花洞 豆腐乳 结合小朋友经过手绘的职偶 做成听歌动画 小朋友完成动画的时候 经过自己的录音跟配乐 把祖孙之间的声音情感 融入在这个作品当中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共学机制 现在我们要把所有材料放到锅子里 再来加入面后开始报酬 这盐很好吃 有够赞 参加小孩还很大地 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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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棒 我才82月了 第一次6月 我真欢迎 真好赏 赞 首议会现场贵宾云集 副市长邱佩玲 教育处长刘美兰 都亲自闹场 感受人与人 人与在地的连结 我看了觉得很感动啊 因为基隆有11万个人 都是在台北或新北上班 那小孩子其实都交给阿公阿嬷照顾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小朋友跟阿公阿嬷 不知感情很好 同时间可以学到很多 包括他们把豆腐乳 把这个石花豆 包括岛这个面的故事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欲教于乐 而且把亲情融进去更多的互动 很感激 从发酵中我们的祖孙的情感 也逐渐绵密起来 我看了这个影片很感动 然后我觉得跟阿公的感情变好了 教育部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 庆祝祖父母节 年年创新课程 连结传统与现代 鼓励祖孙互动与感谢 增进家庭世代的互动与情感 祖孙互动与情感 祖孙互动与情感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